原神中有一些很实用的小道具 可以让我们在探索地图的时候提高游戏体验 平时你都会使用它们吗 第一个 便携营养袋 这个道具非常的好用 装备之后直接使用就可以复活后台角色和给后台角色回血 还可以光速碟伏伏大招 连击的时候也特别好用 说是大世界神器也不为过了 这个道具我们可以在蒙德声望五级的时候获得 获得后在铁匠铺打造哦 第二个 神童共鸣石 虽然现在有很多神童收集的攻略 但是也还是有自己探索地图的旅行者的 或者说是跟着攻略跑 结果漏了一个两个的神童 那么这时我们就需要神童共鸣石了 使用后会标记出遗漏的神童大概位置 可以缩小我们排查的区域 还是很方便的 共鸣石也是要达到声望等级才能解锁哦 蒙德和黎月要两级 其他国家要八级 第三个 各种的寻宝罗盘 使用寻宝罗盘后 我们只要一定范围内有宝箱 就会帮我们指引出大概方向 如果你是热爱自己探索地图的旅行者 这就是你必备的神器 这个道具可是帮我补了不少探索度呢 也需要我们声望达到等级 可以领取 蒙德和黎月六级解锁 其他国家九级解锁 第四个 浓缩树枝 浓缩树枝就是把四十树枝合成一个浓缩树枝 在我们通关圣遗物 突破材料 地麦花等副本的时候 可以选择使用 使用后可以直接获得两次的奖励 相当于节省了时间 本来160体力需要我们刷八次 才能消耗完 现在只需要刷四次 不过要注意周本boss和世界boss不可以使用 浓缩树枝在黎月声望达到三级的时候 可以解锁图纸 建议刚入空的萌星优先解锁 第五个 红羽团扇 这个道具其实是很实用的 可以增加我们使用风之翼滑行的速度 不过很少有人还记得使用 红羽团扇在到七声望等级五级的时候可以直接解锁 第六个 画中霞 装备后可以在我们收集突破材料的时候获得相应的种子 画中霞需要我们到七声望等级达到三级后获得明草种子 然后来到黎月找平姥姥接取任务 完成任务后获得 获得后我们要来城阁湖里面找阿元 在洞天真雾中购买土地就可以种植了 你说这太麻烦了 可是种地完成成就它给原石啊 第七个 鱼线稳定器 这个道具在到七协会用于换取 获取后我们钓鱼会轻松很多 获得鱼获 水管这样的武器就会轻松不少 第八个 王树锐用 这个道具在须弥声望等级三级的时候直接获取 装备上后可以大大加快我们砍树的速度 你说你不玩陈哥湖 那你这么多的原石都不要啦 反正我都是为了原石 第九个 接动式古风装置 这个道具相当于万叶空中的一次一技能 而且可以悬停一小会儿 在我们判断失误飞不到想到的目标的时候 使用一下还是特别方便的 这个道具在封单声望五级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 第十个 餐量质变仪 餐量质变仪就是废品回收战 可以把背包中多余的没用的材料转换成升级材料 还是很不错的 餐量质变仪需要我们冒险等级达到31级后 来到黎月冒险家协会找蓝姐 揭取一个叫天球宝祭的任务获取 我们就可以直接传送过来打了 会让我们节省不少时间 非常的方便 最后一个 捕风瓶 捕风瓶在蒙德声望等级三级时会获得图纸 获得图纸后在铁匠铺用飓风之种锻造 没错就是打无相风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一直没锻造 不过没有温迪的玩家还是很值得锻造的 好了 这些实用的小道具你还在使用吗 拜拜 拜拜